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因为在西甲第三十一轮比赛中 中国球员吴磊替补登场打进全场唯一进球 西班牙人再次拿到三分 排名上升至西甲第十一位 已经没有了保级压力 打进全场唯一进球之后 吴磊直接当选全场最佳球员 西甲官方也是发文胜赞 吴磊等于绝杀加三分 这场比赛吴磊不是首发 第66分钟替补登场 在吴磊上场之前两队都没有取得进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中 西班牙人全场仅有的两次摄政机会 全部是吴磊制造 第89分钟 吴磊提前站位接应队友 而队友也是将足球直接塞给吴磊 稍作调整之后 吴磊右脚抽射 直接打进绝杀进球 打进这一粒绝杀球之后 吴磊喜极而泣 终结了667天的进球荒 在117天前 国王杯西班牙人对阵克瑞斯图竞技的比赛中 吴磊打进一球 在比赛后 吴磊第一时间发文表示了对球迷的感谢 同时也被主教练点名表扬 至此 国足一哥 吴磊刷爆五大记录 第一 吴磊终于打进了本赛季西甲手球 吴磊上一次西甲进球 还要追溯到2020年6月13日 过去了足足666天 第二 吴磊打破了117天的进球荒 上次进球还是国王杯 那还是去年12月14日 第三 吴磊只要进球 西班牙人保持不败 战绩是11胜4平 第四 这是吴磊收获了个人西甲第10例进球 进球树上双 这是里程碑的时刻 第五 本赛季 中国球员在五大联赛中斩获手球 在打进这一个进球之后 吴磊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或许可以争取到比现在更多的出场时间 期待 吴磊能够再接再厉 用进球和助攻 帮助球队取得更多成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